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叫九妹 我今天跟吉努去买菜了,没有菜买了 后来就买了一大块肥肉回来 肥肉也可以搞美食 不用怕金了 有我九妹在,我肯定会把我吉女吃得饱饱的 走,我们回家 我现在在开启,打肥肉,来记住 姑姐,我来帮你烧 我吉女还懂得配合我 哎呀,有她在 我真的帮了,我不少的忙 做水蒸肉 首先要把它切成细方形 然后再去煮熟 现在我把朋友先吃了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都把他吃了 吃了 还不够吃了 吃了 吃了 我现在放上去煮一下 哎,水开了 现在水开了,我就放这个肥油上来 臭熟 鱼肉已经熟了,这么肥怎么吃啊 鱼肉,你放心,你淡定 等一下我会搞得香喷喷的 你看,我们这边鱼食好多啊 刚才我吃猪肉的时候,还有太阳 现在都煞好大的鱼 这个猪肉清洗一下 煮熟的肥油,没有好想法 我先把这个白糖放下来腌制 就这样,把它腌制到4-5个小时 之后我再下一步继续 我现在就把这个煎米粉调好胡香 小嘞,帮我把那个水浸肉拿过来 来,来啦 这个药已经煎制好了,有5个小时了 好的,小嘞 你放在这里,你去散火 这个糊已经调好了,不要调得太实 太实就不好,粘上去 放几个鸡蛋上去,炸的时候比较均好 现在我就把这个腌制好的水浸肉放上去炸 就放到这个米糊这里,转一下 把它粘上这个米糊 嗯,可以了 来,小嘞,尝试一下 嗯,虽然是肥的,但是一点都焖的 因为这个白糖已经把那个肥的 肥油已经腌出来了 嗯,很好吃 太好吃了 好香啊 好了,朋友们,如果不喜欢吃肥油的话 就跟着准备的视频来,就保证你 喜欢上吃肥油的 上期再见咯 拜拜